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有这个信心犯对这个小孩 那他是目前天主教中斯多会助胜的人中 是最龄最高的一个 级别最高的一个人 周四 上周四最开始是意大利媒体 就铺天盖地在全世界开始去报纸 无论是报纸 电视还是互联网 而且这篇幅都非常非常大 那么意大利媒体呢 咱俄大利人都很浪漫啊 他们也很敢说话 他们说啊 说澳大利亚呢 就是禽兽的天堂 因为在澳大利亚啊 这个话要重复一下啊 这个是意大利媒体说澳大利亚的啊 不是我说的啊 那因为在澳洲呢 出现了好多次 好多起啊 就是天主教的高级的这些神职人员呢 被指控在早年呢 他们有这个性侵犯的 性骚扰的行为 当然呢 这个焦治主教呢 他完全所认任何的指控啊 他说你们这个呢 是对我最无情的品德的谋杀 他说我是这种谋杀的受害者 那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 真相到底如何呢 实际呢 是大家还不知道 还要怎么去诉讼的结果 那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跟大家说呢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呢 看起来很遥远啊 其实呢 还真是有关系 为什么呢啊 这个事情就发生 马上有一个海外的朋友啊 就跟我联系了 然后跟我他就充满了高兴了 充满了喜悦 就跟我讲 哎 你看了看这个新闻呢 哎呀 这个大事啊 我就听他讲了啊 讲完之后我说你这么兴奋干什么呀 他跟我说 他说哎 你们不是一块的吗 你不是当时基督徒吗 是吧 我当时就想 我说你看啊 这个世界上发生这么多大事 这么多年 你都没有想到要跟我联系一下 他偏偏出这个事的呢 信道惨烈地来提醒我 我当时我就忍不住 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感慨 我当时十几年了 还没有出现任何信口文是吧 实话说啊 我不知道大家每个人的经历是怎样 作为一个基督徒呢 我们常常都可以受到许多呀 这样善意或者恶意的挑战 你看我就 我仔细地回想一下 其实有很多这种事 你看啊 你给你举个例子 也是前一段时间呢 有人跟我闲聊天啊 就说 说俄罗斯人呢 有很多人呢 他们还现在还坚信呢 太阳知道的地球传 那这个的确是一个统计新闻出来的啊 然后他就加了一句 他说哎 你们都是基督徒吧 你看 还有人说 说看新闻呢 说国内呢出了一个邪调 说他们的教主啊 是耶稣在世 然后说他写到什么程度呢 大庭广众之中啊 就把别人给杀了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新闻啊 然后他说 哎 你这当律师的 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分座的做主 你看 分过做主啊 然后还有这么多讲 新闻魔门教啊 一个人可以娶好几个媳妇啊 说你们基督徒是不是也可以啊 还有一个人这么跟我讲 这个让我深受伤害啊 他说 我认识一个人 哎 这个人可坏了 然后就给我描述啊 描述有五分钟 这人如何如何就坏了 那简直你就觉得 这个人就应该马上会处死 处死 再要复活 再处死 处死你千次啊 然后他最后又加一句啊 他说 哎 这个人跟你一样啊 都是基督徒啊 哎呀 你说我听了之后的心情啊 你说你说他坏就坏了啊 那为啥加一句说还是基督徒呢 什么意思啊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 很多情况就这样 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表明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要站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啊 那不知不觉的呢 人们就会帮我们探听一个整体 你马上就会体会到啊 说我们这群人啊 在这个世界面前 是一死俱死 一容俱容的 那当别人跟我这么说的时候啊 我想到我的身份的时候呢 马上我就理解了啊 说我们华人生活在里西兰 做了什么呢 人就不会说 你说这个人干了什么啊 通常都会说呢 你看这个Chinese啊 他做了什么什么事 我马上就理解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不管你否认还是不否认的 我们呢 就是一个群体 我们这些人呢 跟这个世界上 这些不相信耶稣的人呢 是不一样的 我们有个共同的称呼 在这个世界面前呢 我们就被叫做是教会 那我们来到教会里边啊 我们都知道教会这个词 我们对教会这个词呢 也非常的熟悉 那么什么是教会呢 其实在圣灵里边呢 直接称呼啊 直接使用教会这个词呢 次数呢 并不多 在哥林多前复啊 使徒保罗呢 他在第一章一开始 他就这样讲啊 他说 奉神旨意 蒙昭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同弟兄索提尼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 蒙昭做圣主的 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 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基督是他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主 那么什么是教会呢 使徒保罗实际在神的启示之下 在写给哥林多人的信里边呢 他非常清楚的指出啊 他说教会呢 就是一群人 你看他说 我写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 就是那些在基督里成圣 蒙昭做圣主的 等等等等 他是说呢 我写给教会 教会就是那一群人 那么他说这一群人呢 有什么样的特点啊 他说这些人呢 是在耶稣基督里边成圣 在我们基督真理中 我们都知道 什么叫做在基督耶稣里成圣啊 我们可以简单的说 因为我们的信心 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 那么神看我们为圣 把我们分别出来啊 那他说呢 我们是被神呼召出来 他特别用了一个词 叫做蒙昭 蒙昭的意思呢 就是蒙简选 是特别有目的呢 被人去呼召出来 那被人呼召 被神呼召出来 要做什么呢 说我们要做圣徒 那圣徒在圣经中呢 有两个含义啊 一个呢 是属于神的 就是说这个世界呢 是分开的 说你不要管我是 现在表现的怎么样啊 但是呢 你知道呢 我从此 我在我的本质上 我呢 是属于神的 我跟不属于神的呢 我们是分开的 我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这个是成圣的 圣徒 那么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说 刚才说 不要看我的这个具体 是个什么样的人 要看我的神 现在说呢 你还要看我这个人呢 第二个圣徒的含义呢 就是你要成为一个 思想 行为 生命 你的生命的全部啊 都应该是一个圣徒的人 我们呢 是一个追求圣徒的人 因为神给我爱 神给我恩典 所以我愿意呢 过一个他所要求的 也就是圣徒的生活 那我们呢 是这样的人 那么 所以保罗说呢 他说 什么是教会啊 就是神 把一群人呼召出来 你们愿意相信神 你们愿意相信神呢 你们也愿意追求过一个圣徒的生活 那么 这些人呢 就被称为神的教会 那么保罗在经文中 他又说了 他说教会呢 其实不单只是说 在科林多的这些基督 他说不只是说呢 你们拿到了我这封信 是你们这群人 也包括呢 在各处 求到我主耶稣基督之民的人 他说在 任何一个地方 在这世界各个地方啊 犯是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 什么叫做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呢 这里边其实含义蛮深刻的 你们想一想 如果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主 他不相信呢 他是绝对有能力的这位神 他为什么要求告上呢 所以呢 求告他的名呢 实际上呢 就演谈了 从神觉上呢 就演谈了 他是相信这位真神 也承认自己有罪 愿意接受他为救助 也就是说呢 我们通常讲 他是一个有信心的基督 那么实际上来讲呢 教会呢 就是指普天意识下 所有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人 从神创造开始 到最后呢 神再来审判为止 每一个相信耶稣 得到神救赎的人呢 你都是教会的成员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是教会的一部分 也可以说呢 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吧 我们呢 就是教会 那当然呢 这个教会呢 他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 这个教会呢 是无形的 是属天的 很明显啊 我们知道呢 我们承认这一点说 有个属天的教会 有无形的教会啊 但是呢 我们这些从起初 到最后所有教会的成员 我们是不可能 超越时间和空间 我们在一起聚会 我们只能呢 选择一个自己 力所能及的啊 我们可以达到的 这么一个地方 我们用自己的语言 我们在自己的文化范围之内 我们聚在一起呢 共同地去 回应神的呼召 那这样呢 和这个无形的 属天的教会 相对应的呢 就是地上的教会 有形的教会 也就是我们今天呢 所看到的呢 在这个世界上 一间一间的教会啊 那么如果我们生活在今天 我们放眼望去啊 在今天这个世界中 在一个城市里边呢 有不同的教程 有各个宗派 如果从广义基督教来讲呢 有天主教 有新教 有宗正教 那么甚至呢 还包括啊 很多呢 这个冒着基督教之名啊 我们被公认为的 一些邪教 那我们看到了一间一间的教会 这是现在的事实 那么对于我们在具体一间教会 我们的基督徒 我们要想 那神护照出来我们那群人 神对我们那些 有一些神上的基层要求 那第一个要求呢 就是要合一 在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啊 在十二节呢 神小于我们说 就如身子是一个 却有许多肢体 而且肢体虽多 正是一个身子 基督也是如此 他说啊 这个普遍之下呢 有很多教会 有很多基督徒 有你喜欢的 有你不喜欢的 有你能接触到 有你不能接触到 有些东西呢 是你能接受 有些东西是你不接受 但是 他说 你要知道呢 你普遍之下 所有被神所呼唠出来的人 你们都是一体 普遍之下呢 只有一个教会 你们每一个人呢 都是这个教会的成员 那这里面呢 神给我们一个比喻啊 就是一个身体 那如果你读圣经的话 你会知道呢 在圣经里边 神经常用肢体 身体这个比喻呢 来比喻教会 他说耶稣 是教会的头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是教会的肢体 那一个人的身体 有什么知道呢 一个人身上啊 有很多的组织 有很多的器官 完全不一样 你想啊 你的头发 跟你的肉啊 肌肉啊 脂肪啊 这是明显长得不一样的 你的骨折啊 你的神经系统啊 完全不同 那么我们身上呢 有各种不同的细胞 但是不论如何呢 我们都知道啊 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组织 每一个器官 不管你有多大的不同 你仍然是这个身体中的一部分 那么神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呢 实际上教会呢 也是这样 虽然有很多人 虽然有很多不同的教会 但是我们是一个身体中呢 不同的部分 我们呢 是血肉相连的一个整体 所以合一呢 说普天之下只有一个教会 对于神而言 只有一群他呼召出来的人 这是神给天下 每一家教会的呢 他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所以在第十三节啊 史书这样写 他说 所以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是西里尼人 西里尼人呢 那是过去的翻译啊 我们现在呢 翻译的是希腊人 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隐于一位圣灵 在第十四节到十六节呢 又继续用那个身体的比喻说 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 乃是许多肢体 倘若脚说 我不是手 所以不属于身子 他不能因此 就不属于身子 身而说 我不是眼 所以不属于身子 他也不能因此 就不属于身子 所以呢 使徒在这里说啊 他说你看呢 不同的群体之间 只要他是被神所护露出来的 不论你认为他多么的离谱 你看他几个例子啊 他说这个眼睛和耳朵 凡凡不一样 凡凡不了解 但是呢 你说他在这个身体中 我就不是这个身体 他说你想做我 不论你怎么认为 不论你怎么不接纳 实际上呢 你不承认都不行 你就是这个身体中的一部分 这个道理啊 我们在基要整理课中都上过的 我相信我们在做这些人呢 都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实际上来讲 道理说起来简单 但是在我们教会生活中呢 他不容易 理解合一呢 不难 做到合一呢 就很难 为什么啊 我开始不是说教会啊 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如果在一个教会中 一个人犯罪 或者呢 这个人呢 你看起来就不像基督徒 他干了很多 让基督徒这个名字 蒙羞耻的事情 这个时候呢 别人说啊 你们是一伙的 你们是一样的 那你心里会不会说 哎呀 这真是我一伙的啊 我没办法 我就得 另个头皮 就得认下去啊 你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如果一个肢体呢 就会的啊 你一个身体 你就会的 你说我左手 我去干坏事了 那人家别人找来 你不能说 这是左手干的啊 我右手跟他没关系啊 你不会这么说的吗 所以呢 实际上来讲呢 我们真正 到底是很容易明白 真正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呢 是很不容易 做到这一点 你认为 在你身边的人 他真是你的弟兄姐妹吗 你真的这样认为吗 我们非常特殊啊 我们教会呢 非常特殊 我们呢 有早堂 就是有KV的弟兄姐妹 那么 你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你说教会中 有种族歧视吗 要想一想啊 你看到一个人 你跟他接触 你会歧视他吗 你会歧视这些KV吗 可能有人说 不会啊 他们不歧视我就好 那你想一想 他们会歧视你吗 你会觉得他歧视你吗 你会有没有那些人 有这种白人至上的思想 那么我们如果去做一个事工 我们去 有一群人 打个比方讲 埃塞尼亚人 到我们中间来了 我们给他传呼音 他们一点一点的成长 或者是我们的孩子 在同堂宠迈一些人 我们一直认为 我们是他们的长辈 我们是他们的属灵长辈 你们在我的观音之下成长 有一天 他们长大了 忽然间不轻易管 你会认为 我们两个是平等的吗 你是我的弟兄姐妹吗 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诚实地讲 在教会中呢 这不是一件很迷的事情 我们从身份上讲 我们都是弟兄姐妹 我们是身体中不同的部分 眼睛耳朵 手脚 没有高低之分 你缺了谁都不行 道理是这样 但是实际在生活中呢 我们会有不同想法 这是我们人身上 很自然的耳朵对样 那么保罗说呢 实际上在经文中呢 我们要感恩了 神的恩典呢 是多么的充分的 那在经文中呢 保罗提到呢 如果你真的是认为 你真的是认为 教会只有一个 那么普天之下 基督徒之间 都是弟兄姐妹呀 那么我们有一些 要需要 如何的障碍 他在经文中讲 他说 不论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是唯明的 是自主的 当他说到这些词的时候呢 你知道神的话语 说出来就不会落空了 他不是简单的 随便也说一说 就过去了 说保罗热情 热情激动啊 他的慷慨激昂 随便举了几个 台语句出来 不是 实际呢 他在这里边呢 提到 在一个教会中 我们都知道呢 哥林多教会呢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教会 里边呢 有传统的基地 犹太人 有一些呢 外邦人 更是其他民族的 这里边呢 有罗马人 有希腊人 还有一些呢 被解放的奴隶 他们都在一个教会中 出来 讲各种语言 有各种文化 那么保罗就提醒我们啊 他说如果你真正的去理解 一个教会啊 这个概念呢 你需要超越一些障碍 第一个呢 就有一个身份的障碍 他这里讲到 犹太人和希腊人 那么简单的说 身份障碍是什么呢 在我们今天看来啊 希腊人也好 犹太人也好 这个是怎么样 实际上在当时呢 他们身份之中啊 有巨大的差别 差别到什么程度啊 这两个民族啊 是互相启示 互相启示啊 犹太人呢 你去看圣经旧约啊 犹太人一直是很骄傲的 当然他们今天也很骄傲 为什么骄傲呢 他们认为啊 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种 你们都不是 上帝拣选了我呀 我好啊 上帝是我的人啊 所以呢 他非常的自豪 那么在他们眼里中呢 他说人就分成两种 一种是我们选民 另一种呢 就是外观人 神没有拣选 他的观念很简单 外观人 你们注定要下地狱的 咱们俩就不是在一条道上跑的人呢 那么在 有人这么讲啊 我还没有去考证 但是我记得呢 有本书中这么描写 说犹太人的骄傲到什么程度呢 在他们的圣殿里面呢 还有外观人医院 在外观人医院进到这个 再往里面去啊 进往圣殿里走的 他竖了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啊 外观人与狗不得论位的 所以我们 说在上海一些 很早很早以前 人家挂了个牌子 说这个华人与狗不得论位啊 这个都是小儿科的 犹太人歧视其他民族呢 那已经是多少多少个世纪了 所以你可以想到呢 当他在教会里边 他看到其他这些 什么希腊人了 罗马人了 其他这个 其他各种族的人呢 他看他们呢 那就像狗一样了 不是我们今天说的 哎呀很可爱的小狗啊 哎呀 这个Pope 不是的 他说你们就像野狗一样 是这个态度啊 那么希腊人呢 他看犹太人呢 他刚好相反 他没有说 哎呀你歧视我 我就自产行贿 没有 希腊人认为啊 谁是智慧的掌控者啊 我们希腊人 土天下所有的智慧 都在我们希腊人中啊 你们用的文字 用的语言 都要以我们为主的 罗马渡国的 这个刚刚文字 是这个希腊人啊 那么他们看犹太人 你们是谁呀 你们不过是 在一个 偏远落后的地方的 一个小的民族 而且今天被征服了 是我们的奴隶而行呀 你们能有什么文化 你们能有什么历史啊 你们懂什么呀 就像我接触到很多华人 到紐西兰来啊 你说起 哎呀 这个是历史界 又不能碰的啊 你说多少年了 一百多年了啊 那华人就说 一百多年算什么历史 我们一千年的东西 拉得想拆就拆掉 不能再拧了 为什么 太多了 这是一种歧视啊 那当时呢 从什么上来讲 这两批人呢 就是这样的对抗 那么地位的障碍呢 做主的和为奴的 我们今天看这个词呢 也写得很简单 哎呀 说主人和奴隶啊 我们觉得在教会里边 主人释放了奴隶 我们都是弟兄姐妹 拉着在包包包手 说这个愿者平安 极大欢喜 你没有充分理解到 在奴隶社会 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事情 奴隶主和奴隶的关键是什么呢 我拥有你的一切 你说 我的时间 我的钱 我的生命 我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在他手里 他 想让我这么逼 就 我就要是很逼啊 这是这样一种状态啊 而且你知道呢 奴隶主和奴隶啊 这个奴隶来讲 他没有自己持有财产 你说在教会中奉献了 奴隶主拿出十块钱 打个比方啊 说这奴隶呢 努了半天 拿出一分钱 奴隶主会怎么想啊 你那一分钱也是我的 你怎么现在跟我来说 你是我的弟兄 你是我的姐妹 这种地位的障碍 是非常明显 你说 你的吃穿住行都靠我 现在你要跟我平等 做我的弟兄 这是怎么可能的事情 这是一种地位上的平等 还有呢 就是传统的障碍 那么如果你仔细去分析呢 你看啊 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中呢 神的启示 是从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 神的启示呢 并不是说从耶稣基督 这个时代才开始 说各个民族都在幅度发展 然后神的启示普遍给大家 并不是这样 在神创造天地之后 他就通过万物小玉众人 那么到了 到了这个摩西时代呢 神像以色列人的祖先 去显示自己 那么从宗教传统里边呢 犹太传统 占了绝对支配的地位 这个大家今天也知道 我们看旧约 犹太人 他从小就看旧约 他对旧约掌握的熟练的程度呢 就像我们中国人 对儒家思想的掌握是一样的 已经深入骨髓 深入到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了 我们可以这么讲 今天也是这样 任意在犹太人中 找出一个男人 成年男人 他懂得圣经旧约中的这些知识 要比一个今天从神医院出来的神学教授 还要多 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 因为人家的语言呢 希伯来文呢 人家的文化呀 人家的传承啊 那么在当时呢 很正常的 在教会中任何 任意站出来一个 一个犹太的男人 那么他懂的呢 都会比一个国决的希腊学者 多 在这个信仰的问题上 那么你可以想象啊 这个在教会里面 他这种传承上 如果是一个希腊的学者 希腊的信 耶稣的一个新基督徒 他说 神的启示之后 我们今天有圣经啊 我们有绝对标准的 你要知道在当时呢 是没有圣经的 只是靠使徒们去传播 神的真理 那么这个人说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马上无数个人站起来 你理解不对 你那根本从根上就错了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是一种传承的障害 那么神提示我们说呢 你在一个群体里面 你们都是被我所呼召出来 你不管你是希腊人 你是犹太人 不管你是做主人 你是维奴的 不管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不管你现在在干什么 也不管说呢 你现在你的公用 有多么的体 我的公用呢 也多么的不为人知 但是有一点呢 我们要突破这些障害 你突破了这些障害之后呢 你才能体会 我们是一个群体 你突破这些障害之后呢 你才能体会呢 我们是一个教会 我们才是一群人 我们是血肉相连的 我们真正是地生结人 其实我说这个话说出来啊 还是这样 说得简单 做得简单单 但是我希望呢 大家能在圣灵的代理之下 我们逐渐的去体会这些 那在我们一个教会里边 在我们一个堂会里边 有不同的人 大家在社会上呢 身份地位都不一样 在教会中呢 每个人服侍的岗位 你所能贡献的东西 也是不一样 那么很自然的呢 我们会按照 属世的观念 我们会去看 那些光线亮丽的 那些站在台上的 那么你要去想一想 在你身边啊 一个人 他可能有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地位 不同的学历 不同的社会位置 甚至说呢 他有对神不同的了解 你会怎么去看待他 不要轻易地回答这个问题 假设 我们有一个 艾塞尔比亚 大家都知道艾塞尔比亚在哪里 有一群非洲的非人弟兄姐妹 在这里崇拜 跟我们一块崇拜了二十年 你的孩子成长起来了 他有一天告诉你 爸爸 我爱上了那位 苏比亚姐妹 苏比亚姐妹是谁啊 有点黑哦 你有什么想法 我知道呢 我们教会有 有突破这种观念啊 他的孩子呢 跟黑人结婚了 我觉得非常好 我是从非洲来的啊 虽然不是太黑了 我没有非洲血统 但是呢 我是非洲来的 那你们可以去 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啊 让大家想象一下 你感受一下 你是不是可以真的突破 你心中这些传统的障碍啊 那么其实呢 在我们的圣经里边 在我们的信仰里边啊 关于合一这个问题呢 或者一个身体 这些问题啊 实际呢 它的基础 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那就像我刚才 讲到那些东西啊 那如果说 我们听到别人 说这些话 我们看到某一些群体 做这些事情 那如果我们是一体 我们是不是应该 为他能复权呢 我们如果是一体的 我们应该 为他复权 不是吗 在十二章二十六节讲 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那神说的啊 你们就是一块 那可能马上有人信仰 就愤愤不停啊 就会觉得说呢 为什么呀 为什么我要为这些 假信徒 假基督徒 我要为那个坏蛋 我要去承担责任呢 明显不公平啊 一定会有人这样想 神是不是公平的呢 神绝对是公平的 你不要着急啊 那在教会里边呢 在我们这个有形的教会里边啊 一定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 不合一的情况 实际在我们一个有形的教会中呢 不合一呢 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你看约翰的 耶稣基督啊 在约翰福音时期的 他呢 在最后 要背凌十字架之前呢 他做了很多祷告 如果你去仔细看这些祷告啊 你会发现呢 这里的耶稣的祷告很有意思啊 他首先呢 他为他的这个 使徒们 为他这些学生们祷告 在十七章十一节呢 他说父啊 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他们 叫他们合而为一 像我们一样 他说这 这是一个门徒啊 他说呢 你要让他们合一 二十一节他就说呢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正如你父在我里边 我在你里边 使他们也在我们里边 这是为普天下的信主 在祷告 那耶稣祷告说呢 你要让他们合一 你们想着就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啊 那我们都是经过这个 政府啊 各大公司啊 就是今天商业社会啊 广泛宣传洗脑的人啊 我们都知道啊 如果一个政府说 哎呀 我们要安定传结 那一定是有关安定传结的东西 要不然体制都会干扰 他说呢 我们是作业文化 我们要种不平等的 那因为有不平等的东西啊 要不得体制东西干啥呀 这是我们正发想的啊 所以呢 你去思考一下呢 如果信徒的合一 它是天经地义的 它是很自然的 它是已经成为的事实 那么耶稣基督这样的祷告和祈求 就是没有意义的 是作业的嘛 那么耶稣基督 他为什么这样祷告呢 这就说明 在这些情绪这里边啊 一定有不合一的状态 那么 问题就来了啊 就说呢 是不是这些门徒们也好 使徒们也好 他们呢 就不是好基督徒 他就不听神的话 让他合一的 偏不合一 是不是这样呢 这里边呢 有一个奥秘啊 就是说 在一个有形教育里边呢 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是被神所呼召和拣选 这是一个很痛苦的结论啊 我们只能得出这个结论 就是说呢 在一个有形教育中 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是被神所拣选 有些人呢 是口是心悲的假基督徒 圣经中经常说啊 就说呢 并不是每一个称呼 耶稣基督为父的人 都被拯救 有很多人呢 来到神的面前 他可能是因为 这种种原因 有意思啊 没事情做呀 我觉得这个道理很对呀 他没有认为 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 需要神的救赎 他没有想到这些 他没有承认 这个神是他的救赎 他只是呢 来进行一场宗教的活动 所以呢 教会的完全的合一 指的是说呢 无形教会 在天上的教会啊 这些被神真正所呼召的人呢 他的合一 那么在地上 一个合一的教会 基础在哪里 在以夫所书啊 第四章四到六节呢 这段经文 我们大家也很熟悉啊 使徒呢 他提出啊 他说你们是 被神所救赎的人 你们这些被神所救赎的人 你们有什么样动物的特点呢 他提出了 合一的七个先人的条件 他讲到呢 他说我们有一个身体 我们同颖一灵 我们有一个叛奥 我们有一个主 我们有一个信心 有一个同样的洗礼 我们有同样一位神 然后他再讲到呢 他说在基督里 神赐下 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和牧师 使大家在真道上 同归于一 在爱中分道 所以神在这里面 告诉我们说啊 他说在教会中的合一 你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 是发生在哪里面 是发生在真正被神所拣选 被神所爱的 认神为主的人 发生在这里面 也就是说啊 在一个有形教会里面 并不是说 每一个人 他所做的坏事 跟我都有关系 他可能跟我不关 并不是说呢 每一个人在这里面呢 他都是跟随神的人 那么神所要求的呢 是真基督徒的 真可以 他不是那种呢 表面上的一体 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呢 常常有人啊 通关这个概念啊 混淆这个概念 哎呀 说我们来到教会里面 我们都是基督徒 那你要回应 有的时候呢 这是扣话 不是称呼 主啊主啊的人呢 都能进天堂 这个呢 是我们大家需要警醒 需要认清的事实的 马列布德呢 他曾经说过这个话 他说到作会的时候 他说 在世上呢 我曾预测 某人会进天堂 某人不会 但真正进入天堂以后 我发觉以往确信 会见天堂的人 却不在其中 曾经怀疑 不在其内的人 却出现在眼前 然后他说一句啊 他说 一个罪人 如果竟然也在天堂里 他很有自信啊 那我们看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呢 当保罗讲到 基督身体上合一的时候啊 他其实还是有前提 他说 虽然我们是身体中的肢体 但是我们是因为 同一位圣灵的安全 所以我们属于一个身体 身体呢 只能将属于身体的肢体 可以 你不能将 不属于身体的肢体呢 去合一 所以他不断地强调 说 从一位圣灵受洗的 就是同属一个身体 这是十三节讲到的内容 那么 如果这个人 他没有从圣灵所生呢 他怎么能够 合一到身体中呢 如果我们再回到 约翰古一十七章呢 你会发现啊 当耶稣基督 为他给门徒 祷告的时候 他说 主啊 求你让他们合一的时候呢 他先将那灭亡之子呢 与门徒分别出来 他把这个犹大 他说 除了这个要灭亡之外啊 他把他掏出来 然后说呢 你让他们来合一 然后他再说呢 这些人 不属于这个世界 然后祈求呢 求你让他们合一 像我们一样 所以在圣经里面呢 神其实呢 多次的他体验 他说呢 信与不信 意与不一样 光明和黑暗 基督和属于魔鬼的 没有什么可合一的 这个是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到十四到十七节 那么神在这里讲到呢 说 对于那个不属于你的人呢 就不是合一 而是分别的意思 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 十八节啊 保罗说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他在讲呢 他说 你要尽力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尽力 实际上呢 我们知道呢 在每一个信徒之间啊 这种和睦和合一样 他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是要付代价 这里边一个重要的底线 就是说呢 这个代价 不包括呢 我们要放弃 赤手真理 不包括呢 我们要放弃呢 向神去尽忠 所以 保罗才说 若是能行 所以呢 大家要知道呢 当我们讨论 教会的合一 当我们考虑我们立群人 在这个世界面前 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到底应该怎样 生活的时候呢 我们要探清楚 我们的界限 在哪里 因为神呢 他对这种 假和疑呢 他是非常非常厌 为什么呢 因为 把这些虚假 掺达到教会里边 掺达到这群人里边呢 那就是潜伏一样 那就会破坏呢 神的教会 在圣经中呢 这种例子非常多呀 圣经里面有一个 非常典型的 假和疑的事例呀 大家有没有想到 最早在创世纪的时候 就发生这种事 并不是按照神的心 你属于神的人 你看起来很好 很美 但是呢 确实呢 被神所诅咒 这个呢 就是制造巴别塔 巴别塔的故事呢 大家都识记啊 一群人 他说 让我们来 让我们起来 建造一座塔 我们要让它冲天 让我们的名 得荣耀 让众人看见 大家很好啊 很有能力啊 说同样的语言啊 做同样的事啊 都非常的合一啊 看起来很好 也很有能力 马上呢 他就建起来了 但是神判定呢 这是抵挡神的 你这样的合一呢 实际是抵挡神的 神不愿意 人凭着自己 而不是靠着神 来做事情 所以神就 变乱他们的口音 让他们彼此不能公平 把他们分散到全地去 神宁可让他们分立 也不能容忍了 他们这种假的合一 所以今天呢 在教育里面啊 实际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呀 这种因为种种原因 面子啊 扣的帽子啊 等等等等等等 我们没有办法 保持一种的 这种 苟且啊 虚假的我们 合在一起的东西啊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五到十八节呢 使徒保罗说 基督和比列 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 有什么相合呢 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 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 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就是神从说 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 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又说 你们不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定的屋 我就收纳你们 我要做你们的屋 你们要做我的儿女 这是全能 主说的 所以弟兄姐妹呢 我们在理解这个身份 和我们彼此关系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呢 我们是有底线 我们呢不能 因为种种原因 人的原因 我们去突破这些底线 好像是极大欢喜 那个不是教会的荣耀 那样呢 只能呢啊 让神的荣耀呢 得到亏损 那么问题来了啊 在教会里边 我们怎么分辨 谁是这位圣灵所拣选 谁是被圣灵的喜 所充满 谁呢 我们怎么判断 一个人是真基督徒 假基督徒呢 实际对于我们来讲呢 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不要去战施别人了 你不要去论断别人 他的信仰是什么 那是他跟神的关系 但是神要求 我们去跟他合一样 所以呢 有些时候呢 我们必须按照 神给我们的智慧呢 我们去分辨这些事情 那我们都上过 基督徒真理 我们都知道呢 我们自己的身份 我们的信仰 我们也知道呢 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讲 光知道真理是不够 神 一个真正信神的人 真正属于耶稣的人 真正被解救 被救赎 被救赎将来 要上天堂的人呢 应该是一个 全面的 你的身心灵 都是属于神的人 这样的人呢 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那么这样的人 还有什么样的标志 那么在圣经里面讲 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是遵行 父神旨意的 耶稣基督说啊 谁是我的门徒啊 说谁是 我的门徒呢 是有了我的旨意 又去遵守了 这个就是我的门徒 他跟我们什么旨意啊 耶稣基督 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留下一个大寻命啊 要求我们呢 去传福音 要求我们呢 去建造教会 这是我们用今天的话说的 对吧 那么神教求的我们是什么呢 是说呢 你们要通教真理 把真理传给别人 去造就别人 让他们成为 可以传播真理 这也就是讲 传福音 建造教会啊 这是整本圣经 他讲到的一个真理 那么我们的信心 通过什么表现出来呢 通过 履行神的使命 我们就体现出来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圣经不断地讲呢 好树就结好果子 从他的果子就可以看出 他是什么树来的 你没有这个果子 你就不要说你是这样的树 这是我们基督徒 神分的向上的 所以呢 我们要清楚 我怎么知道 这个人 他是一个属于神的人呢 我们要看 他是不是走在神的使命里面 我们要知道呢 要记得这一点 马太福音12章50节说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马太福音7章21节讲呢 凡成不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一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马拉基书16章1章第6节说呢 藐视我名的祭司啊 万君之英华对你们说 儿子尊敬父亲 族人敬畏主人 我既为父亲 尊敬我的在哪里呢 我既为主人 敬畏我的在哪里呢 你们却说 我们在和世上 藐视你的名呢 路加福音6章41到49节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 却不遵行我的话行呢 反倒我这里来 听见我的话去行呢 我要告诉你们 他像什么人 他像一个人盖房子 深深的挖地 把根基安在盘石上 到发大水的时候 水冲了那房子 房子总不能摇动 因为根基立在盘石上 没有清淀不去行的 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 没有根基 水一冲随即倒塌了 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 所以听听姐妹们呢 我们是一群愿意承担神的使命 我们是被慈而生的 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神呼召我们出来 所以我们被称为神的教会 那如果有人说 我不是因为这个目的被呼召来 我参加你们的目的 不是为了这个 有没有这样的呢 有 我就经历很多 在教会中经常有这种 这种去争论的 比如有些人说 为什么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基督徒教会的使命是干什么呢 教会的使命应该是救救穷人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耶稣也 医治了那些不相信他的人 所以教会要医治那些不信 信不信不重要 不要去强迫他 只要对他好就可以 好像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我认为那是错误 所以谁是真基督徒教 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就是真基督徒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生活 别人对我们可能有各种的看法 别人对我们这个群体呢 可能有各种的误解 我们也不否认呢 作为一个真基督徒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我们也会跌倒 我们也会做很多 偏入人愿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从根本上呢 跟那些突破的底线 哪怕他说是自己是基督徒 我们实际 不是一路人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做一个真基督徒 我们要从真理上 我们要从圣经的道理上呢 我们去认识神 我们努力呢 去做他的功 这是神呼召我们的原因 那我们再一个呢 就是要克服障碍 如果你看到 他真的是你弟兄 是你的姐妹 那么我们应该克服障碍 我们去努力追求呢 与他的合一 因为他真的是 跟我们血肉相连 他的喜怒哀乐 又多有份 他的跌倒 他的成就 他的荣耀 跟我们都是有份的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 然后用我们的爱呢 去载着他 我们一块前进 这是我们的使命 在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呢 二十一到二十五节呢 使徒说 脸不能对手说 我用不着你 头也不能对脚说 我用不着你 不但如此 身上肢体 人以为软过的 更是不可少 身上肢体 我们看为不体验的 越发给他加上体验 不俊美的 越发得到俊美 我们俊美的肢体 自然用不着装饰 但神配搭着身子 把加倍的体验 给他以缺陷的肢体 免得身上奋的别类 总要肢体 彼此相顾 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了 但是这个使命呢 是发生在 身体肢体之间 那么 最后一个问题呢 我们如何面对 这个世界 给我们的挑战呢 也实际上也就是说啊 我们如何面对 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 或者说 好像是我们这个群体中 那些 似乎突破了底线的那些人 给我们的挑战呢 刚才我讲 我们不能去论论他 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 我们是不是在战士 处得远过这种 那怎么办呢 我的建议啊 就是在心理上呢 我们要保持距离 因为你不知道 他到底是怎么样 跟你同行合议 走同一条道路的人 你是知道的 他不走 可能有各种原因 可能神没有让他往那边走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 我们要保持距离 在一世纪啊 有一位早期的神主家 早期的教徒啊 叫特首梁 他呢 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他是安提亚教派的这个教徒啊 他说呢 耶路撒冷和雅典 有什么相干呢 意思就是说啊 我们信神的人 和不信神的人 和这个世界 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有什么关联呢 没有 所以 如果一个人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 他们所做的事 他来攻击你 他来 吵架你 那又如何呢 他怎么说我们 我们就怎么样啊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 去考虑这些事情 我们只要欢喜 害人的 做我们当作的事情啊 这个就可以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们呢 要 站稳脚跟 你知道呢 你是谁 你要做什么 我们这个群体呢 我们要做什么 这个呢 是我们需要清楚的 当我们这样努力去做的时候啊 你知道呢 我们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把神的恩典 神的荣耀呢 我们彰显给别 这样做的过程呢 就会造就我们自己 让我们真正啊 跟神的关系呢 我们越来越亲密啊 成为一个得到他祝福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就恳求圣灵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有一个分辨的心 不但是分辨 那些突破底线的东西啊 也分辨了我们自己 你的信仰 你的生命 在哪里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在这里感谢你 因为我们都是一些 骨骗的对手 我们在你面前 你需要你称我们为义 你让你爱着 耶稣基督的宝血 你就遮盖我 你称我们为义 你盼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可以称为义 可以给你做见证 天父我们就求你 让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这些软弱的人 让我们可以每一个人 都可以在你的面前来忏悔 当我们把自己的罪 放在你的面前 求你涂抹 天父我们就很求你 赐给我们一个 清土的心 给我们一个智慧的灵 让我们看见 我们是谁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如何去生活 我们要看到 谁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你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天父我们就求你 让你的圣灵来带入 让我们能够不辜负 你对我们的救恩 天父上帝 我们求你把真的合一 你就赐在我们中间 让我们成为 你最坚固的一个肢体 让我们可以完成 你赐给我们这个肢体的使命 天父就愿你的恩典 能够帮助我们 也来祝福我们 天父愿你的恩典 能够永远长成 我们感谢你 祷告分开我们救主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